上禮拜讲到最后的作业系统最后的一个案例 Linux 今天我们一开始先把它很快点看好 Linux 作业系统我们有看到有行程管理、记忆体管理、档案输出入 还有使用者界面 这几个部分 Linux 的部分其实以核心而言 它只有行程管理、记忆体管理和档案输出入 Linux 有一个四方系统 有好几个人 像 S-Window 或 KDE 或者是 另外还有一个 突然忘记它的名字 那些都是额外再加上去 所以Linux 核心其实是没有四方系统 但是这也是它的好处 它专门把它的这三部分做好就好 Linux 的作业系统 历史 大概是从1990年 我大概 Tobus 跟我的年纪大概差不多 那现在都是三四四左右 那 1990年的时候 它也是个大学生 那时候它就在 IBM PC 上面想要做出一个类似 UNIX 的专案 那一开始它参考的是 Tenva 的 Minux 系统 那后来它干脆用本路工具全面改写 所以就变成一个叫 后来被称为 Lenux 的系统 那 Lenux 的系统架构大概像这样 它们硬底核心还是顾问使用者程式 这四层 那硬底层包含一些驱动程式 那这个其实是在作业系统之下 但是 作业系统本身会利用回物的方式 就是 Callback 的方式全顾叫这些驱动程式 那第二层是核心层 那它是 就是真正Tobus 所维护的 Minux 作业系统 那一体层大部分都是别人写的比较多 那 韩式固程呢 就主要把作业系统的功能封装 然后提供给使用者程式武奖 那使用者程式程就是一般的应用程式 那当然这部分就不是属于作业系统的部分 所以这边的架构大概像这样 硬底的驱动程式 硬底模组界面 然后接下来是核心层 核心层的部分呢 CPU 的程式码 硬底管理的程式码 驱动区块装置的驱动程式 地缘装置的驱动程式 网路装置的驱动程式 那中间是档案系统 那往上呢 就有形成管理和基体管理 形成管理就是挂在CPU交换程式码上面 那基体管理 就会利用基体管理概念 那VFS 是一个抽象答案系统 那输入 输入的系统 当然就会挂在像 资源或区块的驱动模组上面 那网路系统 就会挂在网路装置的驱动模组上面 那这上面呢 会有一个系统裤教界面 这就是Linux的System of 系统裤教 那通常所谓的System of 文明 就是系统裤子 其实就是跟系统裤教一般的程式 接下来呢 上面会有一些功用函事故 那功用函事故之上呢 就是分这个使用者程式 比如说你自己写的是一元 那就是属于这个使用者程式程 那Linux的行程管理 你可以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指引 叫FORC 它可以分叉出新的行程 那也可以用ESECVP 来把这个行程 这个process 再换成另外一个 所以它没有那种 直接载入性行程的盘数 那其实是利用这两个处合起来 那它的 作用系统部分 我们看到的那个slate 就是现成或执行区 它有一个叫pthread 这个是肯怒做的 pthread create 可以建立新的slate 那用sleep 可以在里面 OK 那这边有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 你如果用那个 fc++的gcc 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因为它不支援这些系统函数 那如果你在venus里面就可以执行 或者在windows里面 你如果装一个叫sight wit 你可以执行这个程式 那这个就是用fork 你可以看到 这个sleep函数呢 它先fork出一个小孩 就是它的子行程 那如果是0的话 就代表是它自己 所以就返回 fork完之后 都会有两个行程 那如果是0的话 就代表是它自己 如果是1的话呢 就代表说 它是新的那个子行程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svcvc把它取代掉 变成一个新的程式去进行 好 那使用fork建立行程的方法 就是 就是 刚刚我们那个sport函数 它用fork来建立行程 那你就可以用sport 这组成是里面用sport 那本身呢 就是main这个行程 那用sport之后呢 去载入ls这个程式 然后把参数传进去 这样它就会做练义的动作 就是练义的动作 好 那这个程式是在那个sigle win之行 好 那这是一个 执行区 thread的建立方法 那执行区 上次我们用csharp 有稍微看过 那这是c圆的 的thread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有一个brinner judge 就是印乔治 然后他每个 每个 1 slip1 这个1到底是1秒 还是0个1秒 我会忘了 我执行了 看他的速度 你会会知道 slip1 然后再继续brinner judge 所以他有一个 有一个函数专门会brinner judge 去建立这样的行程 然后把brinner judge 传进去 另外一个brinner 传进去 那最后组形成呢 就一直印这个 横线 那你会看到 其实有三个thread 在执行 第一个会印judge 第二个会印marry 第三个会印横线 那你会看到 就局大概一两次之后 所谓的印度是没有印度 那因为这边是一个1 这边是一个2 那 Trainless的记忆体管理 大致上呢 就 就会配合硬体 记忆体管理现在 几乎都会搭配 硬体的记忆体管理单元 那以X86而言 就会有 有像 LDT GDT 这种特殊的组合原指令 可以用来处理 它的分段和分页 那分段表呢 是给一般行程用的 就是LDT 那GDT呢 是给 给那个作业系统用的 那 X86的记忆体管理单元 比较复杂 其实算是蛮够杂 它有分段式分页 所以呢 它的一个位置 会被分段单位转换 之后变现性位置 再被分页单位转换 之后变真实位置 然后 才是真正对应到 建议位置 那 这边呢 是 X86 IA32 也就是那个 32位元的 这一版的 X86 它的 它的 MPU 机体管理单元的分段模式 那 这个各位 未来作业系统 都还会再上到 所以 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好 那 这边会有 所谓的 分页目录 分页表 那 X86还在允许你选择 到底我的分页表 是要4K 还是要4M 那 如果你选择4K的话呢 那 它 前面还会再有一层的分页 那 如果你选择4M的话呢 就直接会对应到分页模式 好 那 那 这是 X86的分段式分页模式 至于详细的 我们就 去仔细看 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吗 好 那Lens的 记忆体管理机制 是采用分段式分页 那 它是分段再加两层分页 那 如果用两层的话 液控大小是4K 如果用单层的话 液控大小是4M 那 这边 那 LDT 是 使用者行程 的分页 那 GDT 是 系统分页 好 那 这边是 记忆体管理机制的一个 状况 就是 你可以看到核心 然后这是GDT 就是 全域的分页表 那 这个是 LDT 是区域分页表 那全域分页表呢 会指向 一些 一些 形成资料 那这边也是LDT 那通常LDT 会指向 于使用者行程 那 GDT 那通常会指向于 核心的一些 资料 那另外 Lens还有用一个叫做Buddy 的 液光分配系 那这个 这个 它的 液光分配的方法 蛮奇特 它所使用的分配方法是 液光有十种大小 分别是从 一、二、四、八都是二的倍数 那 用这么多的连续液光来组成一个单一液光 那 每个区块的第一个 液光位置一定是区块大小的倍数 那 那 这样子 它才好定位 那 举例而言 如果一个包含三十二个月光的区块 它起始位置一定是 三十二乘四K 假设每个月光四K 那就是三十二乘四K的部数 那Buddy系统的分配方法 也很有趣 它是用 分配的 然后如果有零碎的呢 就 放到下一次 那 如果有 有 连续两个液光被释放 那 它就可以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可用液光 那 透过这种方式 它对液光的管理 其实还算保养效率 那 另外还有一个是 用来做 Malot 这种函数的 记忆体分配 它所采用的这种 记忆体分配方式 称为 slab配置器 那 这个slab配置器 其实会被储存在 固定系统的 分配液光当中 那 假如你要分配一个 大小是 30bytes的物件 那slab会向固定 请求 取得一个最小的分页 那最小的分页 基本上有4k 所以要分成30个bytes的话 那就会 平均分成一大堆30个bytes 所以如果之后 又有请求的话 就把这些再贴置出去 那 在档案系统里面 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有路径 目录 档案 属性 这些观念 那 所谓的路径像这个 目录 那 目录 那 档案 就是文字档 包括和定位档 属性 通常在lanes里面 会有一些 RWS RWS R是指 可读 W是可写 S是可执行 而且它有 自己可读 还有群组可读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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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 这三种 所以总共有九个 九个位元 用来标示 图线 执行 好 那 Linux 打开 系统的第一层目录 通常是像这个样子 那以 VIN 而言 就是放个实行档 DEV而言 代表设备 那Linux 里面 其实不会有 C槽或D槽 所有的 硬碟都会放在DEV 里面如果 HDY 就代表 第一个硬碟 HDV 就代表第二个硬碟 那 FD1 就是第一个硬碟 FD2 第二个硬碟 那 那现在已经几乎没有硬碟了 那另外 像 EPC 同时放一些 系统管理的配置 打 HOME的话呢 是使用 用户的那个目录 像 譬如说 我是CCC 那我的 資料夹通常就是HOME 里面的CCC 那 LIB 是指 系统韩式库 那 SBIN 就是System Finals 一样是程式 只是系统管理原用 TEMP 是战争档 ROOT 是根本路 MNT 是指 那个挂载上去的档案系统 像光碟 光碟 就会放在这个MNT 那它有一个指令 叫Bound 你要用Bound 这个东西 才有办法把光碟挂载上去 另外一个叫 PROC 就是一个虚拟目录 它其实代表了整个记忆体空间的映射 那另外 VAR 是存放各种 服务的日子 User 是存放 那个使用者的程式啊 档案啊 这些东西 都放来练练是核心原始嘛 好 那 那 在 在 特别是硬碟的这部分 通常我们会需要做磁碟分割 那如果你整颗硬碟 就 分割成一个区域 那就是 其实 整颗硬碟就直接配磁碟一个分割 那有时候你可以把一颗硬碟割成两个 或者割成三个 那这里呢 它就会印射到 就是如果Windows 你分割成两个 它本来是从C开始就变成CMD 如果Linux呢 你分割成两个 那 本来是从HDA1开始 那就变成HDA1 HDA2 那 那 你可以用Found这个指令去挂掌 整个档案系统 然后 例如说 你把光碟挂在进去 那 举个例子 你把ESD2等格式的硬碟分割去 那把它挂载到BVHDA3 就是 你把它挂载进去 那这样子 它就会多了一个装置 那另外 像这个 你也可以把光碟这样 透过这样的指令去挂载到 某个资料下地下 那你也可以用Amount的指令把 挂载 装置引出 那这些都是在Linux上面才能操作 那另外 Linux和Unux它的指令 跟DOS有点不一样 DOS通常我们用PASS 然后呢 会显示入境 用CD 或中方资料奖 用DIR 会列出档案 那Linux和Unux都是用DWD 是列出目前的资料奖 那用LS才是列出档案 LS就对应到DIR 那Linux的系统呼叫 通常 通常就是有点像C元 但是它前面没有加F 所以像开档 它就Open 那 取得档案属性State OpenDI 开某个资料奖 那 3DI 我们读取某个资料奖 那Linux的速度路系统 基本上它把硬体装置分成三种类型 一种是区块 第二种是资源 第三种是网路 那这些驱动程式都必须支援 那个Linux所绿色的界面 那Linux透过这些函数指标 就可以利用回屋的方式去 去呼叫 驱动程式里面的函数 那 但是这也未有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驱动程式写得不好 会这样积 那系统还是会这样 那像DVSDA1的音碟 DVSDA1 DVTTY1 DTY DVSDA1的键盘 那透过Open,Re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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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存取一个装置 就好像存取档案一样 那Linux的驱动程式 所有驱动程式都必须支援档案 所以Linux其实是把一个装置当成一个档案 我写到档案 其实就写到那个装置 举个例子 我要印东西到萤幕 其实我就是把把一个资料写到 会印到荧幕的档案里面 那就会印出来 我要从键盘读取一个键 我其实就是 从代表键盘的那个档案里面 读进一个Byte 就是一个键盘的键 那像这样 所以Linux我要写键盘的驱动程式 你其实是要去复载 这些Open,Read,Io,Control 这些基本盘数 所以我们很快已经看完了 作业系统这一张 大概作业系统的行程管理 记忆管理,档案输入 OK 那行程管理里面又有 十类的 指定序行程 还有怎么样做行程的接换 怎么样做排程 那 它可能会有 会有竞争情况 就是同一个变数同时被修改 那这是很不好的 所以就需要锁定 但是锁定又会造成死结 那 行程在一开始建立之后呢 就会被 建立好就变成可执行状态 可执行状态被挑出来执行 然后执行完之后呢 就可能做输出路 做输出路又会进入等待状态 进入等待状态之后呢 如果输出路完呢 就回到就续状态 那最续状态可能又 又 会被掉出来执行 所以会在这边轮回 那最后呢 整个城市执行完 就进入死亡状态 那死亡状态 资源又会被萎缩 然后被砍掉 那基地管理的策略 通常会有 最先配置 然后下一个最适法 最先最适法 或下一个最适法 或最佳配置法 或者是最差配置法 那MMU 硬底 硬底的基地管理 的资源的那个硬底 通常会有从 从另外载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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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档案案出注入的部分呢 通常档案 目录 時区 驱动程式 注载和板击木架 这些是 档案系统在设计的时候 有一些重点 好 ok 那我们就今天 第十章就讲 就直接看到这里 好 那这边 各位稍微 稍微 看一下 這部分其實做的一種複合是相對蠻很多的